到现在已经是三十几年了 我自己也是这样 有时候他不在啊 我们很少人在啊 谢谢老公 陪我 一路陪我 发任环岛走透透 夫妻俩以一台小货车跑遍全台 透过爱心手工馒头传递幸福 在于慈香公所极力邀请下 来到于慈香巡回四个社区 预计体留一周 与社区长辈们分享自己的环岛故事 我来到这个南岛虚地的这个 东光的社区 很高兴来到这儿 展辈 我都说的说 来跟他们做个生馒头 这儿展辈 辛苦了 我馒头哥哥 知道馒头是他们最好的朋友 来这带他们带我 让他们这样快乐 还有馒头好吃 还可以来跟他们做个生馒头 最重要的是说 现在时代不一样 希望老大人走出来 大家的身体更好 健康更好 除了带领长辈们做馒头以外 更分享自身的故事 相当有意义 现在我们乡乡的那种人生的隔壁 和我们乡地乡 担任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人生隔壁 其实这个馒头哥哥跟馒头姐姐 我好几年前 我就知道了 只是说没有那个姻缘 没有那个姻缘 跟他们做一个接触 这边非常感谢我们乡地乡 很用心 跟我们乡地乡 他安生说要在我们这儿 住八天 所以八天的地方 就跟每个社区 或是可能国小也做互动 因为王秋叔肯定公所的用心 办理这样的活动 非常有意义 也希望就要这样的活动 能够让长辈们学习馒头的制作过程 非常感谢我们馒头哥哥跟馒头姐姐 把他们的爱心 断了到我们的蜜地乡 他们是走遍各我们台湾 所以非常感谢 他们这一厨 有四十个行程 都带到我们的蜜地乡 今天来带到我们的活动中心 跟这些是大人 共同来参谋 就说我们来制作我们的DIY的馒头 非常感谢他们的爱心 断了到我们的城堂所在 在馒头哥哥与馒头姐姐带领下 除了分享许多的故事以外 也带领长辈们制作好吃又有趣的馒头 共度欢乐的时光 记者邱平易于此采访报道